好 要來看到這樣的現場 這是四季二專的統測在今天登場了 而這也是武漢肺炎疫情爆發以來 臺灣第一場的高規格防疫升學考試 今年全台一共是有九萬五千多名考生上戰場 而硬試的時候呢 大家都要戴上口罩 否則該科是不予計分的 除此之外也禁止親友來陪考 雖然如此各個高中職學校呢 還是出動了服務隊 希望讓考生硬試可以更加順利 不僅要亮出準考證 考生雙手還要酒精消毒 四季二專統測第一天登場 量體溫之外 口罩戴好戴滿更不可少 因為平常都沒有 考試都沒有戴口罩 然後現在因為防疫 所以要戴口罩 然後就比較不習慣 學校在模擬考的時候都有要求 我們說全程都要戴著口罩 提前模擬練習 就是因為受度規定 全程都得戴口罩考試 否則該科零分計算 為了避免群聚風險 更禁止親友陪考 加上只能在校門外加油打氣 為了讓市場更通風 開冷氣 開門窗 雙管齊下 休息時間也呼籲考生 要保持社交距離 各高中職學校更出動考生服務隊 不讓防疫出現漏洞 算一算目前全台共有三名考生 因為居家隔離 居家檢疫將延到五月二三 二四補考 總統更在臉書上再三呼籲防疫規定 期盼考試不會出現疫情破口 記者夏君臣林偉倫劉瑄 台報導